8月時,網店香港電單車零件批發的 Jason 主動聯絡我 會寄幾塊煞車皮給我試 首先,我很感謝他重視我們 YouTuber 這個宣傳平台 我心想你都很傻 肯定沒有看我的影片,亞叔會用煞車的嗎? 一早剪掉了,想要快?不用煞車就快,要克服心魔 好,說笑而已 他拿了意大利煞車產品生產商 New Frame 的代理來做 這個品牌都很多年歷史 看看貨品,Racing 金皮都頗純 懂得寄一些好東西來 我打算換到Lindia 300 的頭駕駛 車已經走四晚了 完全不知道上手有沒有保養 而車主也反映過頭駕駛開始沒力氣 終於沒下雨,空下車房 拿車去逛山給大家看看 但是,那請看,那麼辛苦 就沒事吧 好看,好看 可以嗎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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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記得要稍作磨合 慢慢走煞車 回到大埔道 給大家看看頭brake的力度 超級硬 可以想像到整個煞車系統的改善 除了危急情況之外 追求速度的朋友 能夠在入彎前做出更有效的重煞 應該會有人問 這個牌子和大廠Brambo 比較呢? Ningframe 一定比較好 我這樣說就收了錢 老實說我沒能力試到兩者的分別 但我想說 很多日常用電單車的朋友們 像我這樣 很多時保養主要是機優、車胎等等 車行走走殺到車就可以了 但就忽略了煞車被這個部件 不要說要給四五位數去換 手泵、鋼喉、鮑魚、brake碟 原來便宜的兩三個水 便可以有顯著的改善 不需要用到磨碟才換 大家不妨想想自己有沒有更換的需要 詳情可以諮詢你的家庭醫生 或相熟的車房師傅 大家有興趣的可以去網店 香港電單車零件批發看看 我放了網店和Facebook的連結在下面 除了煞車被他還有很多東西賣 可以上去看看有什麼消耗品、報品適用 多個渠道價格也好 Jason也給大家一個Discount 用2look HIN這個優惠碼 買滿500元用payme付款就有9折優惠 換句話來說 如果你跟他買1000萬的貨 我就可以幫你省到一球 錢粗來買樓也好 今天的影片到這裡 記得讚好和訂閱 也可以加入會員 下次見 拜拜